可计数 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 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 如果我们日复一日的忽视佛法的修持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将二悔万分 而且为十一万 一个垂死之人 能够开始修行吗 当下即是现身于修行的时机 在死亡的时刻 修行的绝授 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事物 我们修行的绝対 适合 钢灸 chant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赌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男子 时静岳王身一太子 时静岳王照诸战相 胡罗门等 而问之言 今此童子有何等相 而时相诗白大王言 今此太子有不详相 生此太子必有不详 大王问言 如何所说 相诗白言 如是太子 若至七岁 当害父母 王时答言 您当杀我 不杀我子 人生难得 于无量节修行 乃得人生 不应以此生 而杀人物 而时 太子始生一月 如一岁儿 王之 太子当杀我生 时静岳王 舍未于子 作如是言 如至国事 一切财物 自在随意 如法治事 物为非法 己受未已 时静岳王 于其国内 不复行于 王之教令 而时 无量义大臣 致静岳王所 白言 大王 何故不行 王之教令 大王答言 我无量节 常为王室 心无厌足 我已厌矣 舍之修行 而时 太子未经多时 并杀父母 及无逆罪 善男子 我亦意念 往昔之时 既杀王矣 愁悲提气 自则悔过 而时 我以大悲之心 未彼说法 彼文八矣 逆罪消灭 问言 当于耳时 说何等法 答言 耳时眼说 生且诈法门 若闻此法 当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灭一切罪 烦恼福袭 如今地听 当未辱说 令辱文艺 速得解脱 闻四句记 令不中缺 尽一切恶 得虚陀还 然后不失 远离诸苦 受苦众生 令得解脱 不畏众生 令得远离 而时 彼人合掌顶礼 赞言 善哉善哉 真善之事 善能除灭 诸不善业 善说生且诈法门 善哉闻者 而时 虚空中 万二千天子 这大仙所 合掌顶礼 白如誓言 大仙 意念几时誓言 富有四龙王 十八千亿夜叉王 头面礼敬 白大仙言 意念几时誓言 大仙达言 我意念百千亿阿僧奇节 问大仙言 以何善根 亦而许事 达言 已曾听受 生且诈法门 在笔众中 闻此法门 八尽信者 皆得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若人造作五逆之罪 闻此法门 虚余之间 惜能除灭 无量百千亿劫 彼二道门 开神天道 于此法门 闻四句记 功德如是 旷布书写 读诵 供养花香斑盖 恭敬尊重 合掌礼拜 一言赞善 如是功德 不可思议 而时 一切勇菩提萨多 白佛言 使尊 云和合掌得功德 等谁读此经 亦和掌礼 佛告一切勇 善男子 若人造作五逆之罪 若教人做 若随喜做 于此法门 闻四句记 合掌既信 能灭无逆 何况有人于此法门 具足书写 读诵 供养 如此功德 多彼无量 善男子 譬如阿纳伯达多池 日光不照 从彼池中 出五大河 一切勇 鱼翼云和 颇有人能数此五大河水 低数否 一切勇言 不也是尊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善男子 闻此法门 善根亦付如是 百千万劫 数不可尽 一切勇 鱼翼云和 须于德文 如是法门 是难有否 一切勇言 难有是尊 佛告一切勇 于此法门 能生信者 不难于彼 譬如阿纳伯达多池 出五大河 如是五河水之低数 数不可尽 一切勇 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 白薄言 是真 何等名为 五大河也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五大河者 所谓 横茄河 斯陀河 柏叉河 耶摩纳河 月芬河 是五大河西街入海 此五大河 一河各有五百小河 以为眷属 一切勇 附有五大河在虚空中 一河各有一千小河 以为眷属 一切勇 菩提萨多 白薄言 是真 何等是五河有千眷属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第一河者 明虚陀罗 有千眷属 第二河者 明曰山区 有千眷属 第三河者 明伯赫地 有千眷属 第四河者 明执多斯那 有千眷属 第五河者 明曰法盖 有千眷属 一切勇 顺明五大河 有千眷属 一切勇 是五大河利益炎福提 时时降雨 增长花果 于颜伏提 雨清净水 增长苗价 一切勇 如护士天 安乐颜伏提波 此今一耳 利益安乐 颜伏提波一切众生 如三十三天 一切勇 菩提萨多白福言 世尊 何等是三十三天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言 释迦提波 知所住处 是三十三天 一切勇 必三十三天 作如是语 若有众生 口行善于者 彼人功德不可数之 若有众生 行口恶者 彼堕地狱 恶鬼 畜生 不可数之 众生堕于地狱 畜生 恶鬼 受大苦恼 此彼众生 不救护者 于三恶趣 独受巨苦 口行恶者 十恶之事 口行善于 十善之事 若见善之事 则见如来 若见如来 则免一切不善之法 一切勇 如护士天 为言伏提波 而作利益 一切勇 此今亦如是 于言伏提波 而作佛事 若不闻此法门者 不能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能转法轮 不能及法骨 不能坐于狮子法座 不能入于涅槃之界 不能成就无边光明 如是如是 一切勇 不闻如是法门 不能坐于菩提树下 使一切勇 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 白薄言 世尊 唯有少疑 欲问世尊 不告一切勇 随如所问 当断如疑 一切勇 白薄言 世尊 尔时仙人 杜比五逆人 令柱不退地者 是何人也 不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善男子 入经地听 如来所说 微戏难知 此生且诈法门 是仙人相 如此法门 能是佛身 如恒河中 处处见沙 此法意耳 自作视线 为人说法 为佛如来 量与佛等 此法如是 与佛平等 有此法处 常有诸佛 尔时世尊 复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善男子 我念往昔 九十九阿森齐皆 尔时有佛 号曰宝尚如来 此地有十二亿佛 皆号宝尚 我于尔时 明曰敬月 行大布施 时十二亿如来 我惜供养以衣服 卧具 饮食 汤药 香花 灯鸣 一切乐聚 兮以供养 比诸如来 不为我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二十亿佛 出心于世 皆号宝尚 我于尔时 明曰龙正 行大布施 以香花 殷酪 供养彼佛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二十亿佛 出心于世 皆号宝尚如来 应供正片之 我于尔时 行大布施 以诸乐聚 供养彼佛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二十亿佛 出心于世 皆号宝尚 我于尔时 行大布施 以诸香花 翻盖 依福 一切乐聚 供养彼佛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六亿诸佛如来 出心于世 皆号尽光 我于尔时 作大长者子 行大布施 舍一切勿 比十六亿诸佛如来 我昔供养以香花 翻盖 衣服 卧具 食饮 汤药 亦不受我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九十五亿诸佛如来 出心于世 皆号世家谋尼 应供正片之 我于尔时 作大国王 如法治世 比九十五亿 世家如来 我昔供养以香花 翻盖 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一切乐聚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九亿诸佛 出心于世 皆号家罗家旧 村佛如来 应供正片之 我于尔时 作婆罗门子 巨富无量 行一切诗 一诗香花 翻盖 衣服 卧具 饮食 一切乐聚 供养诸佛 一切乐聚 供养诸佛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八亿如来 出心于世 皆号家纳且谋尼 如来 应供正片之 我于尔时 行大布施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三亿诸佛如来 出心于世 皆号光明得如来 应供正片之 我于尔时 出家作沙门 行如法供养 我于尔时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二十五亿诸佛如来 出心于世 皆号弗沙如来 应供正片之 我于尔时 出家作沙门 行如法供养 以诸香花 阴落 翻盖 衣服 卧具 饮食 一切乐具 尊重 赞叹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二亿诸佛如来 出心于世 皆号弗沙如来 应供正片之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饮食 卧具 汤药 一切乐具 兮以供养 我时出家 比诸如来 亦不受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最后 毗博师如来 说辞法门 亦不提众生 闻以 于虚空中 即欲七宝 而时 亦不提众生 稀无贫穷 我于尔时 亦不得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但闻空生 而告我言 辱不久 当得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一切勇 菩提萨多白佛言 始尊 今于几时 得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言 地听善男子 过九十二亿 阿森齐皆 有佛出世 昊然灯如来 应正片之 我于尔时 坐摩纳婆子 名曰弥切 于燃灯佛所 坐摩纳婆 修清静行 我见彼佛 以七金青莲花 供养燃灯如来 以此善根 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时 燃灯如来 即受我记 摩纳婆 未来过阿森齐节 当得做佛 好世家谋尼如来 应正片之 一切勇 我于尔时 魂寿寄生 永生虚空 高十二多罗 主虚空中 得无声拔忍 无量阿森齐节 所修尽行 与六波罗蜜相应 一切善根 细节现前 如是掌中 安摩罗果 一切勇 我于尔时 令无量百千亿众生 助于善法 一切勇 筐今我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利益众生 我观众生 以和音度 随其方便 为其说法 若为诸天 现做天生 而为说法 若在龙宫 是做龙生 而为说法 于夜叉中 是夜叉生 而为说法 于恶鬼中 做恶鬼生 而为说法 若为人道 是做人生 而为说法 若以佛生 而受化者 若以佛生 而为说法 若以菩提萨多生 而受化者 若菩提萨多生 为之说法 若观众生 以和音度 如是如是 为众生献 随应说法 一切勇 我为众生 演说诸法 有多方便 何以故 一切勇 具足善根众生 得闻此法 一切善根 惜得增长 千者不失 无福德者 修行福德 自利利他 修于念死 彼闻法故 做此善根 以听法故 过去善根 亦得真名 彼得长夜利益 安乐一切天 人 一切勇 如是法门 易经于耳 得生无量功德 一切勇 耳时众生 各相畏言 更有于圣法 修行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佛 善众生言 由法 不失 修行 口说善语 如是等法 得善果报 至无上道 与此之人 作如是言 无法 无师 无善恶果 无口善报 彼于此人 得大罪报 辗转度于恶道之中 于八大劫 度于地狱受大苦报 十六劫中 度阿修罗 九千劫中 生度鬼神 十二劫 度恶鬼中 受恶鬼苦 万四千劫 身处阴雅 万六千劫 母胎长舵 万二千劫 身作肉团 万一千劫 身处目盲 彼诸父母 作如是言 我所生子 虚受勤苦 九月护胎 饥渴寒热 诸苦俱寿 而不得子报恩之力 一切永 如是如是 放法众生 堕于地狱 畜生 恶鬼 离命中时 唯忧脑剑 射之而去 一切永 口善于者 作如是言 有法有诗 有善恶业果报 彼人已是善根因缘 二十五劫 身欲丹约 二十五劫 身三十三天 受诸天乐 从天命中 身欲丹约 不入母胎 目见百千世界 心明安乐 见一切国土诸博 物以本处 成三菩提 一切永 如此法门 有大神力 能发清净信心 不生鞭地 举清境界 佛法浩瀚无涯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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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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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你把诸法无常 生命极端脆弱 和死亡威胁无处不在的信念 根植于心 你就不会向往寻常的人生欲望 除了希望能够在隐僻之处修持佛法 你将一无所求 让我们看一看弥勒日巴尊者 他仅仅以寻麻为师 以棉布披荆为一 却在一个盛世之中 正得持名上师的无上果位 但是如果你缺乏远见 没有深刻的去思维死亡和无常 那么你将难以停止去追求人生中无异的事物 欲望总是多过需求的串席 将持续下去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食物 你将仍然想要去品尝更美味可口的佳肴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衣物和适当的住所 你将一直想要获得更时髦的服装 以及一窗更大更舒适的房屋 虽然你已拥有一个伴侣或爱人 你将不断想要寻找一个更好的伴侣或情人 这些都是你总是忘却死亡有多么逼近的征兆 如果你没有盲目的相信 你还会在世界上活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你为什么还把全副心力投注在规划未来之上 过去伟大的修行者把自己形容为无常之念跟植于心的余切事 他们清除了悟追求俗悟的徒劳无益 他们的心完全转向佛法 由于他们受到死亡念头的激发 因此他们的佛法是以简约生活为基础 他们也知道他们将在一个荒芜的洞穴中面对死亡 当然所有这些伟大的修行者如今都已故去 因为死亡是一切众生的命运 然而他们如今身处净土不再投身轮回 而所有那些追求今生欢悦的人 则身陷无尽的轮回苦海之中 如此深奥的远见能够升值于心 乃是实时全心观照死亡的结果 对死亡的全心观照 是一种如甘露般的良药 能够使你恢复健康 也是一个监督你修行的哨兵 绝不会让修行的戒律偏离正轨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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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鉄筷迪沫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